陈伦 玉达夫 三 他的故乡是复春江上的一个小室 去杭州水城不过八九十里 这一条江水发源安徽 灌流泉浙江行曲折风景长新 唐朝有一个诗人 赞这条江水说一川如画 他十四岁的时候 请了一位先生 写了这四个字 贴在他的书斋里 因为他的书斋的小窗 是朝着江面的 虽则这书斋结构不大 然而风雨会明 春秋朝夕的风景 也还抵得过藤王高阁 在这小小的书斋里 过了十几个春秋 他才跟了他的哥哥 到日本来留学 他三岁的时候就丧了父亲 那时候他家里困苦的不堪 好容易他长兄在日本W大学 促了业 回到北京考了一个进士 分发在法部当差 不上两年 武昌的革命起来了 那时候他已在县立小学堂足了业 正在那里换来换去的换中学堂 他家里的人都怪他无恒性 说他的心思太活 然而依他自己讲来 他以为他一个人同别的学生不同 不能按部就班的同他们同在一处求学的 所以他进了K府中学之后 不上半年 又忽然转了H府中学来 在H府中学住了三个月 革命就起来了 H府中学停学之后 他依旧只能回到那小小的书斋里来 第二年的春天 正是他17岁的时候 他就进了大学的预科 这大学是在杭州城外 本来是美国长老会捐钱创办的 所以学校里浸润了一种专制的避风 学生的自由几乎被压缩得同针眼一般的小 礼拜三的晚上有什么祈祷会 礼拜日非但不准出去游玩 并且在家里看别的书也不准的 除了唱赞美诗祈祷之外 只许看新旧约书 每天早晨 从9点钟到9点20分 定要去做礼拜 不去做礼拜就要扣分数寄过 他虽然非常爱那学校近旁的山水景物 然而他的心里总有些反抗的意思 因为他是一个爱自由的人 对那些迷信的管束 怎么也不甘心服从 住不上半年 那大学里的厨子 拖了校长的誓 竟打起学生来 学生中间有几个不服的 便去告诉校长 校长反说学生不是 他看看这情形实在太无道理了 就立刻去告了退 仍赴回家 到那小小的书斋里去 那时候已经是6月初了 在家里住了三个多月 秋风吹到复春江上 两岸的绿树就快凋落的时候 他又坐了帆船 下复春江 上杭州去 却好那时候石牌楼的W中学 正在那里招插班生 他进去见了校长M氏 把他的经历说给了M氏夫妻听 M氏就许他插入最高的班里去 这W中学原来也是一个教会学校 校长M氏也是一个糊涂的美国宣教师 他看看这学校的内容 倒比H大学不如了 与一位很卑鄙的教务长 原来这一位先生就是H大学的族业生 闹了一场 第二年的春天 他就出来了 出了W中学 他看看杭州的学校 都不能如他的意 所以他就打算不再进别的学校去 正是这个时候 他的长兄也在北京被人排斥了 原来他的长兄为人正直的很 在部里办事 铁面无私 并且比一般部内的人物 又多了一些学识 所以部内上下都忌惮他 有一天 某次长的私人来问他要一个位置 他执意不肯 因此次长就同他闹起意见来 过了几天 他就辞了部里的职 改到司法界去 做司法官去了 他的二兄 那时正在绍兴军队里做军官 这一位二兄 军人习气颇生 挥金如土 专喜结交侠少 他们弟兄三人 到这时候都不能如意之所为 所以那一小市镇里的闲人 都说他们的风水破了 他回家之后 便整日整夜的折居在他那小小的书斋里 他父祖 及他掌兄所藏的书籍 就做了他的良师一友 他的日记上面 一天一天的记起诗来 有时候他也用了华丽的文章 做起小说来 小说里就把他自己当做了一个多情的勇士 把他临近的一家寡妇的两个女儿 当做了贵族的苗艺 把他故乡的风物 全编做了田园的情景 有幸的时候 他还把他自家的小说 用单纯的外国文翻译起来 他的幻想愈演愈大了 他的忧郁病的根苗 大约也就在这时候培养成功的 在家住了半年 到了七月中旬 他接到他掌兄的来信说 院内尽有派于赴日本考察司法事务之意 于以许院长以东行 大约此事不日可见命令 度日之先 你凡里小住 三地居家 断飞上策 此次当协一赴日本也 他接到了这一封信之后 心中日日盼他掌兄男来 到了九月下旬 他的兄嫂才自北京到家 住了一月 他就同他的掌兄长嫂 同到日本去了 到了日本之后 他的Dream of the Romantic Age 尚未醒悟 模模糊糊地过了半截 他就考入了东京第一高等学校 这正是他19岁的秋天 第一高等学校将开学的时候 他的掌兄接到了院长的命令 要他回去 他的掌兄就把他寄托在一家日本人的家里 几天之后 他的掌兄长嫂和他的新生的侄女就回国去了 东京的第一高等学校里 有一班预备班 是为中国学生特赦的 在这预科里预备一年 足业之后 才能入各地高等学校的政科 与日本学生同学 他考入预科的时候 本来填的是文科 后来将在预科足业的时候 他的掌兄定要他改到一科去 他当时一没什么主见 就听了他掌兄的话 把文科改了 预科足业之后 他听说恩氏的高等学校是最新的 并且恩氏是日本产美人的地方 所以他就要求到恩氏的高等学校去